火箭面临巨大难题,9000万神塔再次逼宫,不仅要地位还要出场时间北京时间9月5日,火箭第三巨头卡佩拉最近似乎越来越膨胀了,之前的全明星表态,和对霍华德评价刚过去,他又开始给火箭高层出难题,今日接受修程本地著名记者Kaliko采访时,他皇公开通知球队,希望新赛季他的出场时间能够增加。 至少要比上赛季更多,2017-18赛季,卡佩拉场均出战27.5分钟,能拿下13.9分10.8版1.9盖帽,投完命中率65.2%联盟第一,他认为自己值得更多出场时间,我们的每一分钟出场时间都是我努力换来的。 德安东尼教练可以给其他人机会,但我需要更多时间,尤其是关键时刻我需要出场,我要和哈登他们一起在场上决定比赛。 这是卡佩拉第一次公开向德帅和球队索要更多的出场时间,但这也留给了火箭一个难题。上赛季生死时刻,卡黄经常只能坐在替补习关站。 本赛季关键球,尤其是面对勇士,火箭很可能用双灯,加宝罗加填瓜加塔克的无效,卡佩拉的要求很难实现啊。 NXV